抗日台风席台带来风雨 屏东万丹乡西环路与和平路口 闯红灯测速照相机因此故障 明明是绿灯车辆通行 但是这个照相机又还是继续的拍照 一次是台风造成线路坏掉 初步估计有近百辆车被拍到 警方将会撤销罚单 而另外临边溪溪水不只是上涨 不断的充实道路提案 还导致了部分的合体崩塌 咔嚓咔嚓闪压闪这台传红灯测速照相机 猫起来狂拍但前方明明是绿灯 大家看一下绿灯然后走一张 又来了又来了 因为被莫名拍照民众下车观察 发现这传红灯测速照相机 嗅多了实在无言 车辆绿灯行驶还拍照 一次是台风酿货 黄灯绿灯他都拍 昨天有打一个雷吧 有打到 这边的红绿灯都先跳掉 叫唇闪黄灯 然后后来又好了之后就开始 光拍了 被罚款的话 那我会拿去建立所申诉 这场红灯测速照相机 就位在屏东万能厢西环路 与和平路口 从31号下午3点多开始故障 陡致近百辆车被拍照 警察系风雨关系导致耗制讯号功能 传送到测速固定感的机器故障 经检视该段一场其坚守拍摄测量的94辆 那本局将主动逐案一一来撤销 另外截图转到临边溪 滚滚的泥流不断被冲刷下来 导致部分河堤崩落 冲毁面积长约20公尺 宽7公尺 先波及到一旁 二峰寸进水塔 相关单位紧急在景点的路口 拉起封锁线 避免人车闯入 发生危险 这说是为了在屏东的采访报道